那天晚上下班回来 我在村北头 碰见开杂货店的周酸马了 我问过了 他说他没有见过你 那我碰见鬼了 你和他说过话吗 没有 你是不是把人给认错了 咋能认错呢 大驴连水蛇腰 走起路来一扭 就是在地上爬我也能认得出来 走着瞧 等出去了再说 你还想报复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交代问题 我不是都交代了吗 还有什么说的 还不老实 你要是拒不交代的话 我可跟你把话说清楚了 正算你是知道的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说 好好好 我交代 我交代 周三元 是我砍的 你为什么要开住三元 你 你为什么要开住三元 投他的钱呗 你怎么知道他有钱 我 我那天看见他数来着 我看见他 他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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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钱放在村西头 村西头 村西头 不对 村西头的草堆里去了 你不是 这子在那儿 我还是会有钱 你赌心的 你赌心的是 邮会 你赌心的 你赌心的 那种组织 翻起来 没有啊 再想想 再想想 到底 放哪儿了 好像在那儿 我问你 你到底放哪儿了 好像在那儿 在那儿 来 你找 找啊 在哪儿呢 在找 天带黑 我看不清楚 你要打枪 为啥没有 你说 天带黑 我看不清楚 你再想想 好像就在这一边 当时天带黑 我也没看清楚 是 这下官方说 你是从哪个方向 跟上周三元的 村北 当你听到喊救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从村西偷出来 村西 当时我把周三元打倒在地 把钱一抢 掉头就往回跑 出 出了村望东 不是望西一拐 然后过了小桥 过过了小桥 我 我又 我又从村西 绕了回来 刚 刚想进家门 那边就喊上了 同伙是谁 同伙 同伙 同伙是我们厂的二棟 是不是在这儿 不应该在地方 咱们到前面打 你们几个过来 你们几个谁叫二棟啊 是我 昨天晚上一点多 你们干什么去了 啥也没干 我们咱看VCD去了 是 一直 VCD 是一起看的吗 是 我们一块看了后半夜 中间 他没有出去啊 出去了 撒尿去了 我俩一块去的 苗大强 不要给我胡盘乱咬 你问我同伙是谁吗 那你为啥不咬别人 偏偏说是他呢 名声不好呗 我要说村支书 你们能相信吗 苗大强 你可要老老实实地说 我问你 你在宝基室内 做个案没有 室内 做过 做过几起 几起 两三起 三四起 记不清了 你都干了些什么事 记不清了 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自己做的案 怎么能记不清的呢 你再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了 记不清了 这个案子 是你自己做的 是用榔头做的案 你怎么把榔头给扔了 忙着找钱呗 扔哪儿了 就那么随手一扔 具体的 对 扔墙上了 扔墙上了 长队 你看 好 就到这儿了 先带下去 走 真怪了 这小子 闹得咋个挺被动 先生 你们的凉菜齐了 好 我们自己来吧 好 请问这个菜上不上 上吧 好 请稍等 我说 你最近怎么了 咱手头最近不是紧张吗 这件可是冒险得来的 你 你干嘛那么大方 好 你这不是全好了吗 另外 也算给你押金吧 咱们不是自己又近了点吧 好 来 都渴 来 再倒上 对 有钱不花 咱们把他丢了白搭 我这病也好了 下回 还是我干 你不知道啊 你昨天一走啊 我这心里头啊 只 只提过啊 怕你找 找不着目标 还怕你啊 不行 想给你当帮助去 又琢磨着怕你 你还别说 昨天晚上那一瞬间 我这心里啊 还真的扑扑直跳 我呀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这个感觉 真的 我说对了吧 咱们俩 是这个 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 谁也离不开谁 不过啊 你也够胆大的 要我啊 还真得想一下 当时啊 我有点急了 想一想啊 不干怎么办 能白出去一回吗 没有一点收入 我一听 他说打麻将赢钱了 我呀 就不客气了 你真想 好 先生 这是你们点的风鸡牡丹 嗯 请问还需要点什么吗 不要了 哎 等等 这样 来一道你们饭店 最高档的菜 去吧 来 喝 好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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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我们大家坐在一块儿 把这个案子 分析一下 好 老林 嗯 你先躺吧 好 审讯罪犯的 往往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 犯罪分子 为了开拓罪责 逃避惩罚 往往是极力抵赖 避重就轻 能不交代就不交代 可这苗大强呢 从不隐瞒 你问他啥呀 他就说啥 这 这好像不大符合 犯罪心理吧 苗大强 耍了一种反常规的做法 故意 扰乱我们的思路 对 我同意所长这种看法 我们的对手是很狡猾的 因此 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才抓到他 他事先一定有一个 很充分的心理准备 所以他用这种手段 来迷惑我们 可是他的长相 和罪犯画像不一样 画像 毕竟是根据受害人的 回忆画出来的 不是照片 不能说没有误差 而且是很大的误差 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的警犬 在做嗅觉 嗅觉甄别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误差呢 珊珊 榔头坝上的指纹 鉴定得怎么样了 只有苗大强的指纹 对于这一点我想 补充一下 凶器呢 是苗大强发现的 他怎么可能轻易地找到呢 而且拿在手中让众人看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弥补 他当时丢弃榔头 这一重大的失误 用新的指纹 来掩盖旧的指纹 那他既然能主动交代 干嘛要掩盖钻石 留下的指纹呢 这正是他狡猾的地方 他口头虽然现在承认了 可他毁掉了物证 让我们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地 没办法结案 最终逃避法律的制裁 还有一个疑点 据我们了解 苗大强和周栓马 平时肃无交往 可苗大强 为什么偏要周栓马 为他作证呢 而他又失口否认碰到过他 假如真的碰到了 为什么又拒不作证呢 这个我可以回答 苗大强 名声不好 经常寻衅滋事 我想可能是周栓马讨厌他 而拒不为他作证 恨不能把他送进监狱里 尽管尽管这样做 他是错误的 我理解老李的思路 他是想把咱们这个案件 同咱们要抓的那两个家伙 联系在一起 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后来根据一些实际情况 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路 而通过这一个案件 去解决一个咱们长期困扰的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他们 连续反复在保机作案 而不到处流窜呢 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企图 或者目的 现在看来 问题引刃而解了 长风场就是他们的窝点 东北人 东北口音 队长 我觉得咱们下一步应该是 追查出真正的同案犯 和新的犯罪证据 我想 我们下一步 应该再做一些深入细致的调查 然后呢 我们再确定下一步的正确方向 准备开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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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多长时间 两分二十五秒 好 这小活还没回来 过来了 过来了 好 回来了 大家好 好 快 用多少时间 十五分零 零头就算了吧 第一个一点出来了 你看啊 小猴刚才跑的路线 就是苗大强声称他作案后跑的路线 用了十五分钟 老李跑的路线 就是周四海听到第一声喊声 赶到出事现场 用了两分二十五秒 那么周三元的妻子 从他听到第一声喊声起到开门 总共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对 这样从案发到周四海到现场 苗大强到现场 一共用了五分多钟的时间 所以说从时间上推算 苗大强根本就不可能做案 由此可以肯定 苗大强说他逃跑的路线 纯粹是谎话 咱们再到这边看看 苗大强说 这个坑是他随手扔凶器时 凶器碰到墙上留下的 来 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模拟当时的情况扔一次 怎么样 行 小猴 你先来 行 你看 这个印痕比那个要小多了 老李 你来扔一次 好 来 来 看看这个印痕 你们两个的痕迹都基本相同 齿粒小 痕迹浅 那个痕迹呢 不仅齿粒大 痕迹清晰 而且那个形状正好和狼头面吻合 这说明 这个印痕是直接击打造成的 对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疑点 你们看 这个痕迹不是苗大强所说的 随属仍是留下的痕迹 而是直接砸上去的 很显然 他又在说谎 那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他应该很清楚 说谎将意味着他承担法律的责任 这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走 咱们去派出所 走 我该交代的全交代了 还问个啥呀 再问 还是那套车古路话 苗大强 我们经过现场调查 证明你说的是谎话 真话也好 谎话也好 反正到了法庭上 不就啥都明白了吗 为什么非要到法庭上去说呢 在这儿说不明白 我说回来碰见周栓马了 他不承认 你们说我说谎 我说周三元是我砍的 你们还说我说谎 反正啊 你们认定是我说谎了 那有啥话 只有到法庭上去说了 我现在什么也不说 蝎子掉到裤裆里 爱咋着就怎么着吧 我这苗大强 自己干的事自己心里清楚 回去好好想一想 听见了没有 这个案子 有可能不是苗大强干的 可他又大包大揽 满口承认 显然在情绪上和我们闹对地 而我们目前 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排除他 这倒把我们搞得很被动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听说有懒吃懒喝的 还没有听说 往自己头上懒罪名的 咱们的责任 就是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这个案子我们既然结了 那就得一查到底 闹他个水落石出 绝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地把案子递上去 我觉得 文章还得从周帅马身上做起 可周帅马一口否认 他没有见过苗大强 而我们目前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昨天晚上不在 对待他又不能像对待苗大强那样 队长 要不我去做了他的思想工作 对 画是开心的钥匙 可以去试一试 我们都调查过了 苗大强累积不少 村里的人都很恨他 巴不得他进监狱 可是法律是严肃公正的 是非一定要分清楚 绝不能因为以往不好 就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到他身上 这样做既冤枉了无辜 又放跑了坏人 所以请你 警察同志 你说的道理都对 聚举在理 我周栓马就是块烂木头 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问题是我没有出去啊 警察同志 你们的时间金贵 还是到别处调查去吧 失陪了 你 老李 珊珊这一次去了 不知道能不能做通啊 是啊 历长 道理讲了千千万 可他就是不承认 最后 人家还下了逐客令 你说 你们的思想 怎么这么怪啊 别灰心 欠下呀 没有打不开的锁 估计是呀 钥匙送的不对 他什么道理都懂啊 他现在不说啊 肯定有难言之隐 如果说了真话的话 可能会妨碍他的个人问题 成队长 咱这么办 你让我来这儿是啥意思吗 他们的头 被人严重地击伤 有的 已经昏迷 有的 已经成了植物人 还有的 还有的 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他们 正是被我们追捕的杀人凶手所残害的 现在这两个杀人犯仍然在逃 四季作案 咱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 也包括你 和你的亲人们在内 看看他们 你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不能讲的呢 我 这位大哥 你也有姐妹吧 你也不愿意看着他们往这儿送吧 看看这位姑娘 多好的姑娘啊 才刚刚二十岁 可她现在成了植物人 将在昏迷中度过一辈子 大哥 我代表受害人的家属求求你了 你就是有天大的难处 该说的也要往处说呀 李同队 咱俩出去说行吧 一个个受害人的遭遇 是周帅马的良心上受到了谴责 那天你到底看见谁了 那天呀 我是看见苗大强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事到如今 我就都说了吧 那天 我是去我相好的家了 我怕拔出锣布带出你来 所以没敢作证 这事 你能给我保密吗 保密可以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 不许再干这种事了 你放心 今后我一定受心 好 走 队长 你叫我 你认识他吗 认识 周帅马 那天晚上出事的时候 你在村西头见过他吗 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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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见到了 那时候 我没有听见喊救人声啊 好 你可以回家了 谢谢 谢谢 苗大强 你的怀疑被排除了 那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回家了 对 现在就走 现在 那回去 等等 苗大强 能告诉我们 通过这件事 能误出什么道理吗 那倒是误出来了 还是菩萨说得对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平时啊 这人缘不好 到了 我 紧要关头 人家就把你往井里推 人呐 还是得走正道 白白了 各位 我到 精神病研究所去过 大夫说啊 他这儿 可能有点问题 苗大强的嫌疑 是排除了 可真正的凶手 又咋抓呢 凶手的相貌无法辨认 凶手的相貌无法辨认 足迹也被破坏了 榔头上 没有留下指纹 这可怎么办啊 从作案手段 和动机上来看 就是那两个家伙中的 一个干的 现在就是没有证据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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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罪犯留下的证据 就是那把榔头 它是故意留下的 它是想把咱们的注意力 从城市引到农村去 根据 我想呢 这两个家伙很狡猾 而且行踪变换不定 多次作案 在抢劫周三园那天晚上 没有发生意外 也没发生搏斗 那么 这个凶手 如果是那个高个子 他不可能是在荒乱中 丢下榔头逃窜 那么我想 他也许是一种 故意的行为吧 他把榔头扔在现场 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在这儿 然后继续玩他那套 生动机器的把戏 有道理 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 凶手是谁 如果真是那两个家伙 那小猴的判断可以成立 如果那两个罪犯真的在这里 那 这样吧 你们先撤回去 我留下来 和这儿派出所的同志们 再摸摸情况 好 就这么办 让大强 等上了没就和你走 去哪儿啊 派出所公安局呀 那地方我去过 我知道 等一会儿 去干啥 我这号的能干啥 还不是审查对象呗 我来就不能找你干点别的 别的 还能有啥好事 当然是好事了 李同志看走了眼吧 我在你们眼里 还能干啥好事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不值钱 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呐 我又成了金不换了 行 就冲你看得起我 咱们那边谈去 好 走 我说大强 工作忙吗 还可以 来 抽这边 来来来 一样一样一样 抽这个一样 到底是当警察的 挡次劲儿高 这可把我给冤枉了 这是专门给你买的 平时啊 抽的和你是一样软猴 够意思 是拿吴大郎当神仙 李叔 叫叔不算高攀吗 你本来就应该叫我叔 放话吧 就从您这么抬举我 为您两肋插刀 没说的 说吧 可不是为了我 那为了谁 为咱老百姓 现在 必须要尽快抓到凶手 我来就是要请你协助我 认认真真地摸一下底 没问题 那又啥说的 你不是有很多朋友吗 都是些狐朋狗友 烂砸碎 这样吧 你先啊 先了解他们 然后通过他们 再摸一下其他人的底 怎么样 成 就包在我身上 好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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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啥事儿 来 碰碗 来 首颜 哥几个 你们都是经过严格审查了的 信得过的产品 啥事儿啊 整这么邪乎 干大事儿 出阁事儿可别找我啊 咱是啥人 能干得出阁的事儿吗 正经事儿 帮公安局破案 公安局都能信得过咱们吗 就是啊 别拿自己不当盆菜 到底让咱干什么 摸底 看看咱圈里的人 特别像咱这号的 周三元出事儿的那天晚上 谁在家外出了 去哪儿了 有没有人证 这可是细致活 半点也不能马虎 这可是关系到老百姓 生死存亡的大事 知道吧 哥几个 咱跑公安局帮忙去吧 认真点 认真点啊 好 谢谢你了啊 不用谢 有什么事儿啊 我再来找你 行行行 回吧 好 您慢走 好 老李啊 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啥事儿 出事儿的前天下午 来了个厚声 听口音 好像是东北那边的人 你听清楚了 对 他问我 村里有没有耍钱的 他想过来赌几把 我说村北好像有一家儿 赌得很大 他呢 就买了包烟 走了 哦 好 你看啊 和他像不像 有点像 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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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愣来了 来了 李叔 好好好 坐 坐 来 你好 来 李叔 抽烟 我这儿有了有了 快坐吧 哎 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 哎呀 我们常常没摸出啥情况 二愣 二愣他倒是发现点情况 快跟李叔说说 李叔 事发的前一天 我在街上摆了个旗摊 街上没人下 最后就来了个高货小伙 跟我下着下着就白货开了 我瞧他有点面声 我就问他是哪儿的 他说是东北的 跑咱们这儿搞推销的 小伙旗下得不错 最后还给了我根红河烟绸 哦 还说了些啥 天南地北的虾扯了一顿 主要问我们厂东北人多不多 我也不知道这情况有用不 你看看 是不是他 仔细看看 有点像啊 这什么叫有点像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能含糊啊 是不是 李叔 就是他 李叔就是他 朕得谢谢你们了 你们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 真的 李叔 还有啥任务 咱们呢 这就算建立了联系 以后有什么情况 要及时报告 请 您放心 李叔 这边请 好 请问你们是不是两位 对 叫我们 请问要点什么 两瓶啤酒 别 这样 一瓶啤酒 给我来壶茶 请能喝什么茶 花茶 要不要小姐聘你们唱歌 我们这儿小姐挺不错的 哦 不 不 不要了 老婆请稍等 你干嘛不喝啤酒 我是琢磨着 喝多了呀 怕我无事 那我也不喝了 别 别 你要愿意喝 你就喝点儿 行 那就听你的 好了 自己来吧 杨文先生请慢用 杨文先生请慢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 但是我一样渐渐的长大 只要心中充满 只要心中充满 就会被关怀 无法埋怨谁 一切只能讨自己 虽然你有假 什么也不切 为何看不见你的笑脸 永远都说没有爱 整天不回家 是什么也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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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她快乐 是什么也不疑 是什么故事 你怕她的气氛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很开心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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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